《投资理财》周刊的版块分析 今天是推介京东9618 简选原因是 上个星期已经完结的双11电商盛宴 京东11月1日至11月11日 商品成交金额 达到3491亿元 较去年3.3%的按年增长有小幅下滑 淘宝、天猫同期期间 GMV达到5403亿元 按年增长8.5% 较去年同期同口径2.6%的增速 相比有明显下滑 因应双11的战绩 市场上星期五已经快速追捧 GMV增长较强劲的京东 股价单日升了5.2% 市场看法上 汇丰提到今年大约6成的商家 采用多渠道的战略 3.6%在双平台销售 2成2更加同时上线3个电商平台 受惠平台商户数量增加 京东在10月31日 晚上8点开启的双11库款 日活约用户 当日按年大增42.5% 双11大促销会将第四季 甚至整个下半年的内地人民消费集中处理 市场已经大致因应双11的战绩为电商股贵度表现定型 汇丰预料是京东第四季的GMV 可以增长按年2成 高盛预期京东双11表现 在第四季录得2成2的收入增长 重新确讯买入目标价是$477 并且欣赏公司龙头零售规模 内地电商中独有的第一方销售模型 销售模式和业内领先的自营仓储物流能力 策略上京东的股价8月触相底之后 反弹势头一浪高于一浪 上星期收布329.6% 留意$316以下会不会出现买入的机会 上网$350 失手$294就要止蚀了